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清水海湾汇本馆 特别趁着周末假日举办餐车小职人体验活动 集结了鸡蛋糕、手工饼干、大肠包、小肠等摊车 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当小小老板的感觉 另外现场还规划了二手汇本交换、故事汇本演出等等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 让亲子家庭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日生活 把盒菜搬面 家长带着小朋友在迷你厨房上翻炒食材 不管是炒饭炒菜都可以 另外一旁还有小朋友穿起围裙 和老板一起在摊位上制作鸡蛋糕 现场还集结了手工饼干、大肠包、小肠等等 每个餐车都能够让小朋友体验当起小小老板的感觉 鸡蛋糕、用那个面糊 然后把那个中间的填起来 然后再把它盖上去 好玩 把水蜜桃汁加到里面 然后加冰块 倒水进去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今天天气很热 我想喝冰冰的 好玩 为什么 因为 有做乐趣 另外现场还规划了二手绘本交换、故事绘本演出等等 希望让大人小孩度过充实的假日生活 像冰粉体验的话 刺激体验也让孩子留下深刻回忆 官方也表示 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在体验之余 也能接触到台湾优质绘本故事 进而凝联聚亲子间的情感 介绍博汉 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